今天的足球议赛 第一场由华夏女子足球队和东商女子足球队来对垒 这场比赛是在晚上六点钟开始 由澳中协会主席戴贝先生开球 接着双方展开了攻守 穿红色衣服的是华夏队 今天华夏队 他们虽然在踢水球的情况之下表现非常的精彩 华夏队在一场球里面踢进了两个球 以2比0击败了东商队 在这场比赛的中间并且举行了义卖 义卖的收入都要捐作国防自强爱国基金